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9日 刚才已经发表的一个视频节目 讲到了习近平在宁夏访问 这回来谈谈这个胡春华的访问 到了这个陕西省 我们知道前天做了一个节目 曾经讲到胡春华跑到梁家盒子去 表示忠诚 而且他到陕西还召集了一个会议 也就是有部分省市的领导 讨论这个脱贫攻坚的事情 但是非常诡异的是 新华社没做任何报道 只有什么呢 只有人民网 简短的发了新华社的通告 如此而已 也没有讲当地的封疆大理胡和平 刘国宗 也就是陕西省委书记和省长 这些人到底陪同了没有 看来都是要和这个胡春华划进阶线 人民网这篇报道 这个比较简短呢 此外再没有任何的媒体 在报道这件事情 反倒什么呢 也在人民网 也就是6月9号 那么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题目是什么呢 陕西省委常委班子 举行会议 肃清赵正勇的流毒啊 给大家看看这个 网上的戒头啊 就这篇文章 人民网发了有关胡春华视察的事 同时也发了这么一篇文章 那就等于说 胡春华来了 我不陪你们 但是我在这里面去啊 这个心思动宗的 这个来肃清这个赵正勇的流毒 这也很值得研究啊 那么根据这篇文章讲 这一次参加的会议 也可是心思动宗啊 胡和平和省长刘国宗 政协主席还有都出席了 还召集了什么呢 省委省政党 省政府省政系 这四大班子的啊 县镇的 副省级领导干 各市区负责人都参加了 在这讲的时候 就是要肃清 这个赵正勇的流毒啊 其中的套话讲一大篇 讲到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等等 还讲到什么呢 不要搞群带关系 不要搞小圈子关系网 严防围劣行为啊 等等 甚至还提到了什么 提到了 这个要用赵正勇为 这个镜子啊 这个集合魏明州 冯新柱 前隐安 陈国强等 这些覆盖案子为典型 来什么呢 来警示 这些 这个各级官员 那就等于说 这一次 对于这个胡和平来讲啊 重要的事不是陪这个胡春华 理都不要理 关键什么呢 要狠狠地打击 共青团排的官员 这才是关键啊 对胡春华来讲 尽管他是 到梁家和平 摩拜啊 顶礼摩拜 但是人家冷 冷冷不理 不灵情啊 看来胡和平 共蒙啊 就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知道 赵正勇这个案子 已经由天津 一宗院审理 目前还没有宣派 那么抓捕赵正勇的时候 他已经由陕西省委书记 转战到了 这个全国人大了 那就等于退二线 给了他一个官职 是十二届 全国人大 内有司法委员会 付出任命 这等于闲职啊 在那等着宰割啊 指控他的罪行啊 在法庭上显示 是七个亿啊 甚至呢 还有这个 一部分啊 这个门友就是落实 也把他加到这里 来进行指控 那就说明什么 看来要对这个 赵正勇啊 要下死手啊 我们知道 赵正勇这个 这个团伙啊 这个腐败 这个团伙当中 这个魏明州啊 已经判刑了 当时指控他的金额 是1.091啊 就判了武器了 那么冯新柱 前野案 陈铜 陈铜墙 陈骨墙啊 等等啊 就是陕西省这些 贪官抓了一大批 大部分呢 都是共情团派 为什么 因为赵正勇 本身 就是团派一个大脑 不仅以前 他曾经在团派的 这个 李克强的啊 这个家乡 担任过这个 政法委书记 长期任职啊 那么后来才这个 给他调到了这个 陕西啊 那么在陕西 又工作非常久啊 干了十五六年 那就是说 培养了一大批 这个方方面面的 这个底细啊 但是啊 这个 人们都知道 好事永远不可能 是永恒的 尤其中共这个官场 那是不断的 这个风云连换 一会儿是这个人 一个人 一会儿是那个人 搞得走马灯 似的啊 很多官员呢 只要随着 上面保护散落马 自己也会 遭到证诉 这主要是由于什么 政治体制决定 但是习近平 又不想搞 政改啊 只想什么呢 把这些 共青团派的官员 打到大牢里去 然后腾出位置 安排自己的这个 人马 所以说 这个老百姓呢 只能从官媒啊 看到的都是 虚假的宣传 好像是很公正 很公平啊 搞廉政建设 一片欢呼啊 但是呢 其实是什么呢 是误导了老百姓 你看这个 赵正宏这个案子 在这之前 我们知道 习近平曾经 六次批示 清零别墅案 他为什么不厌其烦的 批示叫清零 全国各地 搞这种 违障建筑的 别地都是 他为什么不批 单单批这个 陕西 陕西 其目的就是 想通过这个事 把这个工情团派 扫地出门 因为习近平 对工情团派 有一些啊 你看他在陕西是 就通过这个 李小鹏的 这些人 在那个地方啊 也是打击 就令计划的 这些底细啊 也是搞的 这个 就扫地出门 把工情团派 你看在内蒙 这个 胡春华工作过的 那是更的高的 非常彻底 抓捕了 数以百计的 这个 贪官无力啊 甚至民营企业家 国营企业 老板 抓了一大批 也就是把这个 胡春华的 底细 也附地出现了 几乎没有了 你在很广东 和河北 只要是 胡春华工作过的 共情团外工作 胡春华工作过的地方 那都收拾干了净净 这个 通过这个事情 就可以看 习近平的反复外 具有 非常强烈的 内斗的色彩 尽管抓了一大批啊 但是海外的舆论 往往都是 指责是不断的 原因就在 这个这里 那么赵正勇 这个人 确实是特殊 他在共军团派当中 是一面旗帜的 胡温时代 对他非常的重用 尤其是 这个2001年 转战到这个陕西 一直到16年 认知 时间这么长 那肯定有个问题 你不能说 他是一个连接的官员 也不能说 这个案子 是一个 这个 冤假错案 但是你要承认 他是个内斗色彩 非常浓烈的 这个腐败案 而且 要罗列他 这么多的罪行啊 而且把这个 没有这个 这个 最后 没有腐败 这个结果的 没有证实 使他贪腐他 只是有这种异想 多达2.99亿的 这个 这个签款 这个腐败的 款项算在他头上 那就证明是想 把他给 这个 彻底的干掉啊 说不定 给他 判击刑啊 来警示 更多的 这个官员 于是呢 这一次 这个胡和平 一看 这个胡春华要来啊 就是 胡春华来视察 来查他这个 整个陕西省啊 这个脱贫攻坚 数字造假的问题 那肯定是非常生气 迎头给这个 胡春华一棒啊 你来 我不定陪你 即使陪你 可能也就是 敷衍了死 也不做报道 但是我却 要开这样一个 一会寻常的大会啊 在这会上 告诉这些官员 你必须是 跟西核心保持一致 那胡和平 为什么 如此的忠诚呢 和他个人经历有关系 我们从网上可以看到 这个胡和平啊 清华大学呢 是一个 毕业啊 1980年到86年 既是这个 本科生 又是研究生 那是学历非常完整 是个专业人才啊 土木工程方面 专业人才 以前我曾经讲过啊 他曾经到日外 去留学过啊 刘洋的这个学生 而且呢 更为就是 这个 有缘分的 就是能成为 这个清华系的 这个官员 因为清华系呢 我们知道 陈希现在是 组织部部长 陈希是清华 习近平也是清华 虽然是功能兵学院 但是毕竟 都是从 清华出身 所以说 他们是什么 反对别人搞 团团活活 但他们自己 团团活活 搞的是热活超级 所以这个 这个 回合平很走运 他这个 从这个80年到 86年读书 毕业以后 就在清华任职 一直到 2013年 任清华的 党业书记的立下 13年到15年 到了浙江 当组织部部长 那时候 习近平已经 离开了自己的 大本营了 但是还不放心 他肯定还要安插自己的底细 所以说 乌合平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习近平挺满意 那么15年调到陕西了 刚开始是副手 其目的就是盯着这些 这个工军团队大门 主要是赵正永 盯来盯去 历史这么五六年了 终于是 实际成熟了 现在奋力把它拿下了 而且作为一个典型 告诉你们 要跟着习和心 跟着我们 这个做工作 如果说你站队站错了 你对党不忠 对一尊不忠的话 那根本就 立刻把你拿下来 所以为什么这个 这个西安市主要领导 这个任用的是山东人 但是因为忽和平也是山东人 所以每个人都用自己的 但是大方向 他们都背靠着 习近平这个一尊 所以至于你 胡春华算什么 胡和平根本理的不理 所以毫不掩饰 自己的战队 于是就胡春华在 陕西思察的时候 灰溜溜的 你看现在在哪有报道 没有报道了 这看来和两会前 情况不同 现在回想一下 习近平的全数 确实老拉 两会前 我对你李克强 这个胡春华 这个这些人 都给你们点阳光 给你们点灿烂一把 以免你们在两会上 搞事啊 搞提案 来攻击我 等到两会结束了 我渡过难关了 这个又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麻烦 我习近平立刻把脸一翻 又开始沾了 那自然然 这个胡和平是看的 这个一尊的脸色行事 一尊如此的强硬 那么你胡和平就根本就不客气了 而且要告诉 召开这一次所谓苏星 这个招任影的 余独这个会议 就是告诫所有的陕西市的地方官 你要跟着我胡和平啊 这个 尤其是这个省长 这个刘国总 也要顺从啊 政协主席也要顺从啊 这些人一起 维护着习和平 这才是关键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